孤儿院的人也不知道她叫什么 所以登记的时候就忽略了 有 而且非常常见 今天嬷嬷告诉我 受养的那些孩子 要不就是年纪太小 不知道名字 要么就是被打仗吓得说不了话 所以啊 嬷嬷们通常会自己给小孩取名字 如果这样的话 那岂不是像大海捞针一样 是啊 的确像是大海捞针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 也只好这样慢慢地查下去了 我们就这么慢慢找 慢慢磨磨 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去 现在手上虽然有两条线索 但陨石的那个 根本就没有头绪 而孤儿院这边 对了 洪叔 那个刘家大伙的案子怎么样了 已经有点眉目了 这两天再调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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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去透过信 我出去透过信 是啊 那会儿 怎么说 闭派 椰子 明天 很报告 另外 这提论 这跟那个 这也不太来 如果你 还是 感谢观看 我们的心情 因为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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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错不了 肯定有 我想好了 这辈子找不着 下辈子接着找 嗯 这么香 这不是都已经买了吗 试试能不能 混出薰草的香味来 谢谢你 一直陪在我身边 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早上好 你们是昨天来的那两位 嗯 嗯 是 我们是来做早课的 因为心中有一些烦恼 想得到主的指引 您能帮助我们吗 当然可以了 只要虔诚地祷告 主一定会回应你们的 谢谢您 走吧 你跟他说那么多干吗 直接问不就行了 大清早都等那么久 你懂不懂礼貌啊 在这里你如果不表示对神的敬意 这里的人根本就不会理你 更别说就问什么问题了 在这方面你是门外汉 别啰里啰嗦的 跟我学着就行了 说真的 我很少见到像你这样 对上帝虔诚的孩子 其实我也很久没到教堂来祷告了 今天有这个机会 能向主好好祈祷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高兴 不过 我觉得你的弟弟并不是很虔诚 你要提醒他这一点 和神谈话的时候 怎么能够东张西望呢 请放心 我会好好告诫他的 那就好 对了 嬷嬷 上次我来的时候 在这里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 和我身上薰衣草香水的味道很像 你说的是香味 是啊 你身上的香味 和阿都沙嬷嬷洒在圣水里的香水味道 也很像 阿都沙嬷嬷 那香味真的是阿都沙嬷嬷的吗 错不了 阿都沙嬷嬷喜欢自己调制这些香水 她用这个香水都几十年了 真人现在在哪儿呢 怎么 你们要找阿都沙嬷嬷吗 对啊 她很了不起 自己开了一家圣芳孤儿院 也是叫慧开的孤儿院 大约开了四十多年了 在哪儿呢 就在城南郊 谢谢您 走 嬷嬷 谢谢您 院主保佑你 也愿主保佑你 我的孩子 再见 文远 你快点啊 都已经知道那孤儿院在哪儿了嘛 咱们赶紧过去不就完了吗 你看看你 还在那儿叙叙叨叨的干什么呀 秦文远 你能不能学着尊重一下别人 就算你是一个喜欢直来直去 不喜欢拐弯抹角的人 但是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尽你最大的可能 尊重一下别人的感受 可以吗 如果你不满意我的方式 你可以选择单独行动 这 嬷嬷啊 不好意思 冒昧地打扰 是想询问一件事情 我们都是天主的孩子 你们尽管问吧 嬷嬷 您是否记得三十年前 有没有收养过一个姓公的孤儿啊 姓公的孤儿 对 我们圣方孤儿院的孤儿太多了 他们长大以后就都离开我们了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人了 嬷嬷 能不能麻烦您再仔细想想 已经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实在是记不得了 不得了 嬷嬷 我求求您 嬷嬷 那个人 有着和您一样的香水味道 我们问过裴英教会的伙伙 全城只有您才用这种 薰衣草味道的香水 嬷嬷 这个姓公的孤儿 跟我们行家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爹 我娘 还有我妹妹 几天之内全部都死于非命 我从一个大祸人家的少爷 变成现在一无所有 全部都跟这个人有关 嬷嬷 我不求别的 我只求您能告诉我真相 让我家人的在天之灵能够安息 我求您了嬷嬷 可怜的孩子 不要这样啊 你起来吧 起来 嬷嬷 不好意思打扰了 告辞了 我看 阿渡嫂嬷嬷有事瞒着我们 那倒未必 兄女是上帝的仆人 是不能说谎的 如果说谎之后 就没有资格再侍奉上帝 我想 阿渡嫂嬷嬷应该是没有想起来 不敢妄下定论 再给她一些时间吧 那我今晚就守在这儿吧 守这儿 为什么 咱们之前 每次找到什么线索 就被人杰足先瞪 这次好不容易找到这里 真的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也好 那你自己要小心啊 我回去再和大家商量商量 看怎么办 我先走了 山山俊 你要我查的事情 我已经查清楚 这是一些资料 你看看吧 这就是师爷的 详细资料 这个师爷 为什么要对刑家 赶尽杀绝 这一点我还是有些想不通 而且 他知道很多关于双龙的秘密 如果这双龙 只和刑家一家有关系 这显然说不通啊 那你的意思是 就好比政治联姻一样 当两个家族 因为姻亲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两个家族的秘密 就变成了共有的秘密 我怀疑 双龙的秘密 绝不止刑家一家 而是分散在几个家族中 每个家族 掌握着秘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样的话 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证 当一个家族出问题的时候 这个秘密 不会暴露得太早 你是说 师爷的家族 也掌握着方龙的秘密 对 至少是一部分吧 接下来 我们就要从他身上打开突破口 当然 还有那个多次出现的神秘人 可目前的情况是 军部不给我们下达命令 师爷那里 又迟迟不能破解陨石的秘密 我们总不能 空等着双龙从天上落下来吧 放心吧 我们不会坐以待逼的 咱们 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是应该把所有的事情 都向他河盘托出呢 还是应该让他失望地离去 主啊 我能拯救他们的灵魂吗 请您告诉我一个 真实的答案 你终于来了 快进来吧 闻月安 师叔 我不敢把你的罪恶告诉给任何一个人 我甚至也没有在天主的面前为你颤护 我已经为你背叛了自己的心 啊 你刚才说 analysis 对 你 五十 草 怎么 你 这 小 你 我 怎么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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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亲自到天主面前去请求宽恕 请求宽恕我的愚昧和无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宽恕的死并非被人所杀 现场没有别人行凶的迹象 他走得还很安详 像寿中正寝一样 看上去像是他自己服毒自杀的 自杀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 宫 这不正是我们在找的那个人吧 怎么会在他这儿 这个东西正是那个宫姓遗孤的 这说明什么 阿都莎嬷嬷想要自己的死 来保护这个宫姓后人 徐叔 我怎么都想不明白啊 当时我们听见叫声之后 很快就冲进孤儿院来啊 可是 这个人怎么突然就消失得没影了呢 是啊 下午和岳叔姐来找他的时候 就怕逼得太紧 我们就没有问得太深 而且他也没有告诉我们 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他整个人看起来精神状态挺好的 怎么会突然就自杀呢 还是有人逼他自杀 我想也许不是武力胁迫 更有可能是精神上的胁迫 对了 之前我和岳叔姐 在调查别的孤儿院的时候 那些都有登记孤儿的画名册 我觉得这儿应该也有吧 我明白了 名册的事情我去调查 据说 李小姐 王小姐啊 我刚买了这包子 吃吃吃点吧 怎么样了 文元 对了 您看这个 请进 天哪 这里所有的资料都被人毁了 明册也没有了 主啊 请你快受这罪啊 主啊 文元 你刚才说 嬷嬷是被人胁迫自杀的 有这可能 我现在觉得你刚才说的精神胁迫 很有道理 什么叫精神胁迫啊 从精神学上来说 就是用言语造成对对方的精神压力 使其超出了精神能承受的临界点 导致精神崩溃从而走上绝路 那你的意思是 如果嬷嬷是为了保住秘密 然后自杀 这就解释得通了 她是一名修女 修女是不能说谎的 那么唯一一个可以保住秘密 又不用说谎的方式 就是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文元 怎么样 叙叔 还是晚了一步 怎么了 已经被凶手全部给毁掉了 看来这个凶手 果然是蓄谋已久啊 我觉得 我们才刚刚查到阿都莎嬷嬷嬷这里 这个宫姓遗孤 很快就找到了这儿 这就说明了 这个宫姓遗孤 即使她不在我们身边 也一定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 莫非这个宫姓遗孤 真的是那个神秘人 文元 我先走一步 我赶紧回去查一查 整个太原宫姓的人家 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来 告辞了 走了啊 慢点儿去说 慢走啊 情况很复杂 没我们想那么简单 那你的意思是 这线索又断了 所有的答案都被毁了 阿都莎嬷嬷也死了 那么这秘密 就没有人知道了 我们调查的方向没有错 我想至少可以肯定公信后人的存在 说得没错 我们只要沿着公信后人这条线索查下去 肯定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 我上次去找老罗叔的时候 他说过 我们行家的祖训 是要善待公信后人 但是没跟我说清楚 我觉得我应该再去问问他 嗯嗯 那我和岳叔姐再去一次大案馆 看能不能找到公家的族谱 找找那些我们漏掉的线索 事不宜迟 我们快走吧 嗯 好 慢点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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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罗叔 少爷 你来啦 老罗叔 今天来找您呢 还是上次那事 上次 您是不是还有什么情况 没跟我说啊 少爷 我只是一个下人 哪知道那么多的事啊 对了 少爷 有些事啊 你还是别管了 我为什么不管了 少爷 你可是兴家的唯一独苗 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我这把老骨头 可没法交代啊 罗叔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你赶快告诉我 罗叔 您想想 我爹娘惨死 小妹惨死 我们刑家从第六代以来 出了这么多的事 这一定是有什么人 在暗中针对我们刑家 我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所以您知道什么 您一定得告诉我 少爷 我真的不知道 你 你就别再逼我了啊 罗叔 您说我们刑家如今 发生这么大的事 我刑文远 要是不能把这件事查清楚 您说 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您 您守着宗词还有什么意思 不如一把火把它烧了窜了 少爷 不能烧不能烧啊 少爷 这是刑家的宗词啊 宗词怎么了 宗词怎么不能烧啊 我刑家如今都这样了 我留个宗词有什么用啊 我今非烧了不可 不不不 不能烧 少爷好好好 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行了吧 您早说嘛 我就问您一件事 我们刑家和公家到底发生过什么 这个 我呀 也是听老爷 无意中提起过 说你们祖上啊 和一户姓公的人家有过一段渊源 可是到了乾隆年间的时候 这个公家惨遭灭门了 可能是祖上慈悲 不忍看到固有家道中落 才传下这么个 善待公姓佳人的 这么个祖训来 别的 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公家被灭门 我现在越来越有一种 置身室外的大侦探的感觉 可不可以 妹妹 那个凶手身上牵扯了几宗血案 不是闹着玩的 用心点找吧 我知道 我就是觉得这一系列的事情 发生得太血腥了 想换个角度看问题 对啊 你说得也对 有些事情置身室外 反而有可能会看到 原本被忽视的东西 姐姐 有可能就是这本 对 是这个 我也回来了 文言 你说说 这老罗叔啊 折腾死我了 你猜 我们查到了些什么 你们 查到公姓后人的下落了 也不完全 不过可以证明一点 公家和行家 有着很深的渊源 你看这个 公家当年 也是太原城的一个大户人家 而且和行家 交往甚密 有着很深的交情 不过 对于这些公家的记录来说 残缺的部分太多了 很多地方都不完整 但是有一点引起了我的注意 你看这儿 就这里 这点引起了我的注意 乾隆年间 公家一夜之间 惨遭灭门 而这个时间 正好是行家最为鼎盛的 太人公时期 而且也是在这个时候 行家传下了祖训 要善待公姓后人 这也太巧合了吧 这个消息 和我在老罗叔那儿得到的一样 老罗叔说 当年公家被灭门一事 也传得沸沸扬扬 但是不知怎么的 一夜之间就没了消息 我们如今想再查出来 还真是挺难的 大案馆被我们翻了遍 能找的资料 我想也就这些了 我想 咱们应该还有个地方 还能找到更多资料 哪儿啊 大案馆的金馆长家里 那老头家里藏了那么多书 肯定有地方治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肯定能找到 我们想要的 师爷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 闭门不出 似乎已经进入了状态 中国人就是这样 对了 他还说 把我们掌握的 所有关于双龙的资料 提供给他 便于他查找线索 看来 他真的动起来了 山山君 这是不是就是 中国人所说的七寸 对 我们只要拿住他的七寸 他就得无条件地服从 山山君 我觉得师爷 一开始跟你合作 根本就是他犯下的最大的错误 他把我们想象的太简单了 以为这样就可以掌控全局 事实 哪像他想象的那么容易 你说呢 呈才抓信 那才是林雌生儿 成是银生儿见复物 金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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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哪 金馆长 金馆长 对不起啊 金馆长 不好意思 这么晚了还来打搅您 我们这次来主要是想 金馆长 我们有特别重要的事 找您帮忙 我们想到您家里查一些资料 您一定要帮我们这些忙 这些啊 都是我收集的太原地方质 和一些地方史料 你们可以随便砍 但是要注意啊 一定要按我的归类原封放好 千万不能弄乱了 金馆长 您放心吧 谢谢您了 多谢 您先忙 好 哎呀 好 这么多书怎么看啊 早知道叫徐叔和五胖子 他们一起来帮忙了 这么晚来找人家 已经够麻烦的了 那还想叫多少人来啊 先别说那么多了赶紧吧 要不这么多书 不知道要看到什么时候了 这样吧 我和文远负责翻查和筛选 你啊 妹妹 你负责把那些书 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 千万别弄乱了 那我们开始吧 算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天让前景军带你去见见你的母亲吧 什么 你们让我叫你了吗 这是人之常情嘛 只要你竭尽全力地为我们工作 不怀有二心 我们自然也不会为难你和令堂 明天就让前景军接你过去吧 你准备一下 怎么突然让我叫我娘 咱们心里打的什么肉也算吧 来 请 这一碗还算有收获吧 的确 这一碗受益匪浅 不过我们想要的东西 还没有找到 那是有点遗憾 那只能说明我这收藏的东西还不全 太原地方制方面的书很多 我这应该算是比较全的了 那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 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吧 好了 金馆长 打扰您一宿了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好好好 谢谢您了 多谢 走好 欢迎再来啊 金馆长家里那么多书 里面居然找不到一点可用的线索 让人不可思议啊 可不是吗 那对书啊 我们仨翻了一个晚上 什么也没找出来 给那俩姑娘累的 回去就睡了 你也休息休息 徐叔 我不累 只是事情庆幸到这一步 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还真拿不准主意了 我看哪 你还是休息休息 有些事情是急不来的 公姓传人 乾隆年间公家被灭门 正好是在太人公当家的时候 刑家当时家道兴旺 创立晋德园 正是洪荒 太人公料子孙都善待公姓的人 爹对刘伟和他母亲无微不至 双龙是秦家要守住的秘密 那 找什么呢 掉钱了 这地上要有钱 还不早就被你捡走了 我说这两天都没见你人哪 你干吗去了 别提了 我师父不是托梦 让我 让我赶紧找那个坟吗 我这两天搜楼啊 搜楼了好多野史啊 画册什么的 这 这都是钱买的 钱买的 累死我了 那些什么祖坟啊 古墓 不都是埋在让人不知道的地方吗 你上哪儿去找啊 对啊 知道我们捣抖 是个不简单的活了吧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个找坟的学名啊 叫寻风 基本上有 三种方法 这第一种呢 叫听信 是 就是听别人说呀 这这谁家的坟埋在哪儿了 然后 捣抖 第二种啊 就是看人家有坟头墓碑的 去捣那斗去 这第三种最难 的 看人家有坟 看人家有坟 的 看人家有坟